詩詩尼加做先知的時候 正正是約旦、阿哈斯和希西加做皇帝的那個時間 在那個時候面對著有一段過程 以色列百姓或猶太國他們一分為二 都是活在罪當中 而且希西加在南國、猶大 都曾經有一個一段時間復興 但整體來說 我們都發覺在這段時間做先知 正正是要指出當時神的選民 他們活在罪當中 所以現在比較特別 在第一章一開始的時候 尼加發出的邀請 就說你們要聽 以色列百姓你們要聽 子民你們要聽 他多次說我們的耳朵要打開 去聽耶和華的說話 這個亦都是去到啟示錄那邊 我們同樣是聽得到或看得到當時約翰所寫的信 他說有以聽的就應當聽 但為什麼尼加一開始的時候就要他們聽 就因為很明顯當時一群百姓他們不肯去聽耶和華的教導 以致到他們離棄了耶和華的訓悔 當我們今天要離棄了耶和華的訓悔的時候 我們的行事為人一定是與這個世代的人不會有分別 我們很深信今天我們會在這個世上 為什麼我們很渴望我們作為信徒 我們每一天都能夠抽時間去聽聖經的教導 或者自己看回聖經的話語 就是為什麼我們作為教會的牧者 我們這麼想每一個信徒 每一天都抽一些時間來讀神的說話 正正就是尼加所強調的 我們要聽 如果我們今天不去聽耶和華的訓話語的時候 我們很容易就用自己的準則 自己的思想來行事為人 而失去了 我們聖經的邊編的一個教導 作為信徒 我們一定要分別為聖 所以尼加一開始頭三章的時候 正正在鼓勵我們今天的信徒一樣 我們要去聽 以至到我們看回聖經裡邊 我們要將神的話不單止要聽 還要藏在我們的心裡邊 以至到我們到老都不會偏離左右 所以換言之 每一天哪怕是我們用三分鐘 四分鐘五分鐘 都用少許時間去看看神的說話 去聽聽神的聲音 我們願意去到神的面前 跟神有一個交往 透過討告 透過讀經 一個交往 亦都透過祂的話語 成為了我們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以至到當我們在每一天的行事為人的時候 我們都要與蒙照的恩來相情 我再一次強調 我們作為信徒一定要分別為聖 以至到別人看著我們的生命 他們會感覺得到 甚至是看得到我們的生活 我們行事為人 與其他人不一樣 所以祈求天父幫助我們 終於一開始的時候 祂強調一個聽這個字 而這個聽這個字 我覺得正正是今天 這個世代裏邊 很重要的一個動詞 就是因為今天我們太多聲音 我們今天在收聽 無論是傳媒 或者我們的手機 所讓我們看到 或者聽到的資訊 是多到一個地步 我們根本沒有辦法去分別 不過我仍然鼓勵 透過尼家書去鼓勵大家 我們要聽回神的說話 唯有神的說話成為了我們的幫助 唯有神的說話 成為兩人的利劍 能夠去勝過 我們所面對的 每一行的事談 求主幫助我們 就讓我們做一次低頭 我們在討告當中 來到彼此的紀念 親愛主再一次求你 讓我們看得到 你自己的話語的寶貴 你的話語是能夠給我們有提醒 有責備 有鼓勵 有安慰 有意志 求主幫助我們 尊嚴我們在忙碌的裏邊 尊嚴在很多的資訊裏邊 就讓我們單純地 每一天來聽聽你的聲音 就讓你的聲音 保衛我們 幫助我們 帶著我們走 每天的路 感謝天父 求祢聽我們的祈禱 奉主命求 阿門 阿門 我們在耳末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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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意志